今年6月被媒体称为全球最强导弹的俄罗斯先锋高超声速导弹 正式列装俄军战略火箭部队 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24号报道 俄军首个先锋导弹团今年年底前将进入战斗之勤 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近日表示 今年年底前先锋高超声速导弹系统将进入作战之勤 届时俄战略核力量现代化水平将达到 先锋导弹可携带核战斗部或常规战斗部 俄专家表示按照正常20马赫的飞行速度计算 携带常规弹头或核弹头的先锋导弹从俄境内发射 仅需15分钟就可飞临华盛顿 比现役洲际导弹的飞行时间至少缩短一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先锋导弹能够随时改变方向 调升海拔且几乎全隐身 能突破目前世界上所有的防空反导系统 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是不折不扣的遏制大杀器 2018年12月26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亲临国防控制指挥中心 观摩先锋导弹的试射过程 在指挥中心大屏幕上 一枚携带有高超声速滑翔弹头的先锋导弹 从奥伦堡州出发 成功命中位于勘察加半岛的预设靶场 为了应对俄新一代高超声速弹道导弹 美国在2019财年国防采购和预算中单独拨款 将高超声速武器及其防御武器发展 作为五大优先装备发展方向 有美专家表示 在高超声速武器方面 美军有技术优势 但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实战装备 其远远落在俄罗斯后面 美国已经对俄罗斯的先锋导弹 大概是两个方面 第一让自己的盾牌更加坚实 比如目前多层次的反导体系 要加装新制的反导能力 比之前用导弹打导弹 这样的概率有可能无法满足需求 如果今后发展像电磁脉冲武器 包括其他的一些软拦截能力 对目标进行拦截 在反导能力方面实现软硬结合点面议题 第二有可能会发展更强的攻击性武器装备 美国目前把超高声速打击 也当成战略能力转型的重要手段 如果美国也率先把各种超高声速与核 这个弹头进行组合 那么今后也会出现美版的先锋导弹 防不住最好的办法 还是以攻击的样态来展示自己的优势 专家预测 随着俄罗斯一系列新型核武器的测试 列装以及进入战斗直勤 其战略威慑效应将逐渐形成 那么这将对俄美核平衡产生什么影响呢 俄罗斯提高自己战略威慑核弹头的技术水平 对于美俄的核平衡能够起到一定的触动作用 但是不可能完全打破 因为核平衡的基本数量还是核弹头的毁伤为例 美国目前在可靠性稳定性方面 依然占据比较大的优势 所以目前美俄之间的这种战略竞赛 是一个时间段俄罗斯占据优势 那么经过美国的发力追赶 美国有可能略有超出 所以说方这种螺旋式交替上升的对抗态势将会呈现 但目前这个时段去观察 很显然俄罗斯占据了这个时段的主动